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今天动地的事业 但是当我们把个人的选择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变得很有价值 我是清华大学金管学院2023届本科毕业生林万东 毕业后我将去到云南东川 从事基层公共服务部门工作 我来自云南东部的贫困家庭 2019年通过自强计划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还记得入学时学校组织我们观看 讲出邓家仙先生事迹的话剧《马兰花开》 当时我被邓家仙先生甘于奉献不及名利 付出回报祖国的精神 深深地感动 读书期间还有一位老教授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我 他就是炭火教授赵家和 他带给我的振动一方面来自于他捐资助学 无声奉献的举措 所帮助的正是许许多多和我一样 来自大山深处曾经面临经济压力的学子 另一方面是赵家和教授的人生态度 有意义的人生正应当像他那样 当回首一身的时刻可以坦然地说 求人得人了无遗憾 四年间有很多老师 同学 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 给予了我很多关心与帮助 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好多人打电话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企业说要资助你 你当时说不用了 说我的钱够花 当然后来我说那个企业还说也可以资助你 比如说有一些工艺项目 你觉得可以用这个企业的资源来去做 而你个人你就不愿意去接受 我觉得就这点你分得特别清楚 挺佩服你的 半中马上就要到基层去了 基层的工作特别辛苦 第一 保持初心 记住你是清华培养的学生 自相不欠获得载物 这个精神所体现的我们应该做什么 还有呢就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那你是党员 就保持一个善良的初心 我也不知道未来我具体能干啥 或者说能做多大贡献 我的想法是踏踏实实的做法 来积丽查乡 明显给了一种亲人的温暖 就非常感谢你 回到云南从事基层政府部的工作 一方面是我从小的成长经历当中 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心 精准选拥有机会决进大学 来清华的资助政策 帮我解决的工作之忧 这个在我心中培育了深厚的 福报家乡福报祖国的情怀 另外一方面来自清华大学的培养 也使得我坚定了职业道路的选择 我了解到 清华学子活跃在祖国建设的各个角落 其中有那些功成名就举手瞩目的 也有许多默默奉献我会付出的 我不要求自己做今天动地的事业 但求日光一族脚踏实地 感谢清华的培养 我从至暖走向成熟 从迷茫走向坚定 在今后的工作里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化作一颗小小的炭火 无声燃烧 却可以传递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